贵州深山京县神秘巨人脚印,长60厘米,宽30厘米,身陷岩石之中,是成年人脚印两倍之大,不仅如此,丛林的更深处还发现了无数动物的残肢,场面异常凶残,而且不少村民透露曾看到过诡异的巨大身影。 神秘大脚印究竟是如何形成的?这里又是否真的存在神秘的巨人?本期八荒奇闻路就带大家一同探秘贵州神秘的大脚印。 贵州从江县拥有最美的梯田,村民们日出而坐日落而息,可以说是悠闲自得。 可是,最近他们却遭遇了一桩怪事,导致没有人再改上山采药。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原来,有村民在深山的岩石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巨人脚印,为此调查组来到贵州,准备探明事情的真相。 在村子里一番询问,他们找到发现脚印的村民,从他的口中得到了验证。 村民名叫吴志忠,据他回忆,二十多年之前,他独自一人上山采药,走在茂密的丛林里时,无意间看到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。 他居然看到了一个比成年男人的脚印,还要大两倍的巨型脚印。 不仅如此,他隐约间还看到一道模糊的身影徘徊在附近。 一时间,他来不及多想,立马夺路而逃。 等到回到家中,他才心有余悸地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。 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人,可是当村民让他带路去找神秘的脚印时,他却犯了难。 因为他逃跑的时候慌不择路,根本没有记轻脚印的位置。 对此,村民们也只当他是被丛林里的凶猛野兽给吓到了。 要知道,从江县周围都是茂密的丛林和延绵的大山,有野生动物的存在也不稀奇。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,吴志忠心中也犯起了嘀咕,难道他真的看错了? 这件事就此结果,他也继续上山采样。 就在他快要忘掉这件事时,诡异的一幕再次发生。 他时隔二十年居然再次看到神秘的脚印,这次他没有犹豫,拿出随身携带的手机拍下了巨大的脚印。 之后,便头也不回地跑出深山,生怕身后有可怕的怪物追逮。 幸好,他安全地抵达村里。 随后,吴志忠拍摄的照片在村子里炸开了过,再联想到村子有人曾经在深山里遭遇袭击等等。 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恐怖,惊慌的氛围里。 吴志忠将神秘大脚印的照片递给调查组看,图片虽然拍得不是很清晰,可是却可以看得出来,那绝对不是一般人的脚印。 在调查组再三的请求下,吴志忠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,告诉他们神秘脚印可能存在的位置。 据他所说,神秘大脚印应该在地形复杂的月亮山附近。 调查组带着齐全的设备走向神秘的月亮山。 月亮山树木丛生,山是险峻,一走进去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凶险,不仅要时刻观察周围的地形,还要防范蛇属虫纹的侵袭。 通过不断的探测,他们发现月亮山的水资源十分丰富,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生存,那么这里也许生活着大型的野生动物。 越往深处走去,越是胆战心惊,路上到处是被狩猎的野山鸡和兔子等小型动物的尸体,不知是凶猛的动物在此觅食。 还是说这是神秘大脚印的主人做的。 调查组为了尽快获取真相,一刻也不停歇地向着吴志中指引的方向前进。 历经重重磨难,他们终于找到了神秘大脚印可能存在的区域。 经过仔细地查找,终于发现岩石上有一道深陷其中的大脚印。 当调查组的成员将脚放上去比对实,果真如村民所说,这个脚印比正常的人的脚印大一倍左右。 足足有60厘米左右,宽有30厘米。 脚印的形状和人类的相似,脚趾头竖也一样。 看上去真的像是巨人的脚印,只是真的有巨人族吗? 还是说是野生动物留下的,那么能在一块坚硬的岩石上留下这么深的脚印,体重最起码要达到1000斤以上。 可是拥有如此庞大体型的野生动物不过几种,不是野牛就是犀牛。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,那就是野牛和犀牛的体验,和石块上的脚印完全不相同。 那神秘的大脚印究竟是什么物种呢? 调查组经过详细的调查,从网上获取了许多关于大脚印的事迹,只是关于大脚印的信息不计其数。 调查组也不清楚事情的真伪,只能再次去现场调查,再次来到神秘脚印的附近。 调查组希望可以搜查出有用的信息,来判断大脚印的来历。 很快,他们便在周围收集动物的毛发和遗留的粪店,将这些东西拿回去化验,可是得到的结果不尽如人意。 带回去的样本都是现有已知的动物,根本不是神秘的物种。 那么,调查组的调查就止不于此了吗? 并没有。 原来,调查组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,这个脚印也许并不是来自现有的生物,而是留存千年的化石。 为此,调查组不远千里请来了专业的化石专家,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。 据专家所说,月亮山自古以来根本就没有恐龙存活的迹象,所以也不存在化石的可能。 那如果不是化石的话,那会是什么呢? 因为这里存在许多少数民族,会不会是某个少数民族的特殊习俗? 随着深入调查,调查组排除了这种可能,因为当地人非常肯定,并没有少数民族的图腾是大脚印的形状。 而且,如果说大脚印是作为图腾的存在,并不应该只有一个才对,而是成片存在的。 就在这时,一个村民告诉调查组,距离月亮山不远的村子里同样存在一块怪异的石头。 调查组迅速赶往现场,果不其然,这里真的有一块表面,布满坑坑洼洼的岩石,当地的村民称之为千碑石。 据专家分析,千碑石的表面是被常年落下的雨水侵蚀的,它的存在也证明了水对岩石有侵蚀作用。 这块岩石和印有大脚印的岩石有关系吗? 千碑石的材质为花钢岩,属于岩浆岩的一种。 大脚印的岩石和千碑石的位置距离并不是很远,调查组大胆推测,大脚印的岩石和千碑石都是以花钢岩为主,如果真的可以证明都是同一种材质的话,那么大脚印的秘密也就迎刃而解了。 调查组经过专业的仪器分析,结果还真是。 那么就表示,大脚印的形成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,除了雨水的冲刷侵蚀,还有岩石周围的纹理缝隙,常年累月的影响,才和人类的脚印相似。 所以大脚印的形成只是偶然罢了。 对于神秘的大脚印,你有什么看法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